从明露气画面上可以看到 西医分局专案小组成员 持搜索票突击一处职业麻将赌场 当场发现两名工作人员与八名赌客 站在店内进行非法的赌博麻将 这里原本是有合法登记许可的麻将桌油管 以示意合法掩护非法 暗地里经营职业麻将赌场 内一家桌油管暗场职业麻将赌场 本所接获通报后 经过连日收证 并使台北地院合法搜索票 前往查契 工具查获赌场员工两名赌客八名 并查扣相关赌具赌资 现一分局五分部派出所接获献报 经过连日搜证 再直接突袭攻坚 当场查扣麻将十二副 排尺二十四支 电动麻将桌五台 点数卡面额91万多元等赌具和赌资 在现场的食人也通通遭到逮捕 征讯后分别一刑法第268条 意图盈利供给赌博场所罪 以及刑法第266条赌博罪 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记得长官话长官报导 救兵士阳赌王 请不吝点赌博场 请不吝点赌博场